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讨论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 价值观 审美观 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没有什么对错 大家不需要百分百的认可我接下来讲到的一些想法 你可以不认可 但是你不要骂我 对 这就是我上面讲这段话的终止 首先第一点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 所以我能更加切实的感受到它能够带来的影响 那就是如果你承认了自己整容这件事情 那么你的脸或者说你的整个身体 在比例很大的一部分人心中 就会变成一个开放性的状态 这个开放性是指对于他人而言 潜意识的就会认为既然你动了一个地方 那么你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动的 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纯粹的天然的人 你的这个地方动了 你的其他地方可能在以前动过 或者说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去动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 自愁呢就是我分享了我去做鼻子的这个视频之后 在那一期视频之后 非常非常多期视频里面 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呢都是会收到一些 觉得我动了眼睛 动了下巴 打了瘦脸针 或者垫了鼻基底 等等等等 这些我都没有做过的项目的一些质疑 但是后来我自己就是想通了 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大部分这些可能对我产生一些质疑的同学们 他们其实没有这些恶意 他们真的是觉得你动了这些地方 我才更加深刻的意识到 承认了整容之后带给受众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以逆转的刻板印象 所以你们看我作为一个小博主也能够受到不少这样子的质疑 那作为一个受众面积更广的艺人来说呢 承认整容这件事情对于艺人来说 他不只是承认的这个瞬间 不是只是说这一天我上个热搜一位 然后给大家评头论足一下 我整的怎么样 然后就完了 不是的 它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影响 它会给观众植入一个这个艺人的刻板印象 当没有整容的艺人 或者说没有陷入过一点整容舆论里的艺人 在屏幕里面呈现出来的样子 跟以往有一点点差异 没有那么好看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人潜意识自动的理解为 他今天状态不好 他脸有点整 光线打的不好 鸡尾摆的不对 妆发不对等等等等这些 我们会为他去找理由 当一个承认过整容的艺人 或者说陷入过整容争议里的艺人 出现上述问题 那么很多观众脑海里面的这个刻板印象 他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认为 又动刀了 枕僵啊 打针啊 枕崩啦 即使他们其实没有恶意 举两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给大家感受一下 就只是举例 大家不要攻击任何艺人啊 假如说某一天出现在综艺里面 脸小了很多 然后感觉眼睛也变大了不少 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哦 假如眼肥成功了 脸上的肉少了 脸变小了 显得眼睛都看起来更大了 换一个人呢 换剧情的同学呢 他也出现了假如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会不会很多人 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动刀了 他去打瘦脸症了 他眼睛可能又开大了 不会联想到 他会不会是因为 真的最近拍戏很辛苦 或者说 我不太了解他啊 录综艺很辛苦 他真的瘦了 然后脸上的肉更少了 显得脸更小 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选择去 理解成为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说你是一个整了容的艺人 你是否愿意长期的陷入这样子的舆论当中呢 第二点根据我自己观察还有分析的原因 那就是艺人当他被贴上整容的标签之后呢 人们会潜意识的更多关注这个艺人 他的脸 这个艺人他在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被忽略的 承认了自己整容或者说陷入过整容争议里的艺人 他可能在某一个戏或者某一个综艺或者某一个歌唱节目里面 表现的已经挺不错挺出色了 但是可能热搜的词条 还是关于他的某某某双眼皮某某下巴之类就是这样子的关联词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有一次跑男的某一季播出第一集 然后Angela Baby他的眼睛就是看起来不太对劲 我记得那天还上了一个热搜 反正就是关于他这个眼睛的讨论 因为在他以前是陷入过这样子整容的争议里面嘛 他本人是否认了这个信息 但是他确实在之前挺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说他去做过很大的一些项目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那条热搜一出来 大家真的我翻了评论下面80% 大家都觉得他又去动刀了 结果呢到了下一集的跑男 他的眼睛又正常回来了 很显然其实他上一集应该只是他的化妆师 把他的双眼皮给那个胶贴的不对 或者说脱胶了 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然后那一集跑男所有的关注点 大家都是在Angela Baby的双眼皮上面 然后Angela Baby他为这一集他做出的一些努力 他努力的营业 努力的一些搞笑 可能除了他的粉丝之外 被大众都忽略了 大家只觉得他的双眼皮很奇怪 觉得他就是去动了刀子 不管是大明星还是小艺人小网红 都跟普通人一样 自己付出的努力 肯定都是希望得到认可的 我相信呢现在在看视频的各位 大部分呢思想都是比较先进 比较理性一些 不会刻意这样去想 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 他就是到了现在2021年 还是有不少人呢 会把整容和艺人实力扯上关系 就是还是有人潜意识会认为 有实力就不必去整容 整容的一定是没实力 又想红想拨出位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又深入的思考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 从小的教育 还是让我们更加乐意 更加愿意去接受那一些 经过自身努力 经历过磨难而成功的人 大家并没有那么喜欢 走捷径的人 特别是当自己 没有办法走这条 还没有办法走这条捷径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不喜欢 走捷径的人了 我不是批判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非常正常 我觉得大部分人潜意识里 都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心态 这就是为什么明星本人 还有他们的团队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塑造一下这个明星的努力人设 他们的粉丝也特别特别愿意去塑造努力人设 我哥哥一天48小时都在练武 我哥哥发到烧到48度 还在坚持练武 而整容这件事情 他对于很大部分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人来说 他就是像捷径一样 努力减肥瘦下来的人 大家都会 别说是艺人了 就是普通人 我们都会心里产生一些敬佩的想法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坚持运动很难 少吃东西 并且卖开腿 更难 因为很少有人做得到 所以对于那些做得到的人 我们就感觉很厉害 会钦佩他 或者说去模仿他 但是呢 通过抽纸变瘦变美的人呢 大家就可能不一定是这么认为 很多人真的觉得抽纸就是躺在那 抽完就瘦了 除了付出金钱之外 这个女孩她不需要付出她其他任何的努力 在这里呢 我输出一点我自己的价值观 我认为变美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他不光是你气质上的提升 审美上的提升 你的化妆技术 穿搭技巧 仪态等等 不管你是通过哪一种途径去变美 他都不简单 他都需要你花费金钱 时间 还有你的努力 你变美背后 我能够看到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或者说你的决心 或者说你承受过的一些痛 很多的一些思想挣扎 我觉得我都能够有一点体会吧 明星不太愿意承认 整容的第四个原因 那就是这个艺人 它的商业价值是会受到影响的 有一次呢 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某个品牌里面的公关 比较多负责艺人这一块 他给我看了一个PPT 一个PPT的截图 那个截图上面呢 就是很详细的写着 对于他们这个品牌 想要找的几个待定的宣传大使 好像是一些风险评估 我记得有一个什么 就是有谈恋爱的风险 什么他防御警 除了这个谈恋爱的他防御警啊 我印象中还有两个非常深刻的 也是我其实不太能够接受的 有一个艺人 他旁边写了一个 性取向争议 还有一个艺人呢 他那一栏写了很多 有其中的一点 就是整容争议 换位思考一下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假如说你现在就是这个品牌的公关 然后这个艺人身上 他可能就是有这个 性取向争议 以及就是他整容的这个争议 你是不是多多少少 确实会有那么一些些担心 你说不清为什么 但是你就是会有一些担心 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那么即便这个艺人 他很有勇气 愿意去承受 承认了整容之后 带来的一系列舆论的影响 他的经纪公司 他的团队 愿不愿意 他这个商业价值被打了一个折扣呢 当然是不愿意的 因为他们是商人 他们要赚钱 艺人本质上 还是背后的都是一个资本的运作 说到明星艺人呢 肯定就是绕不开他们的粉丝群体咯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面看到过两家粉丝在撕逼的时候 常有的一种对话模式 我真的经常看到 男艺人对男艺人的也有 女艺人对女艺人的也有 你家某某某整容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家艺人如何如何天然 然后呢就会附上艺人小时候的照片 字就是写着 看看我们家谁谁谁 从小优越 或者呢就是摆上自己家艺人的身图 然后写着就是看看我们家宝宝哥哥妹妹弟弟姐姐 无羞生土 高下利剑 几乎每一个艺人呢 他们或多或少 或严重或轻微的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黑料 大到违法犯罪 中到道德层面上的一些出轨 为人不礼貌耍大牌 小到一些职业层面上的没有实力 不够敬业这样子的问题 就所有的这些 我都很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艺人的黑料 但是整容整容他无关法律 无关道德 无关职业等等各种层面上的问题 但是他依然能够成为一个艺人的黑料 你们或许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这件事情 以上我刚刚分析到的所有所有的这些理由 他的根本原因 其实就是在证明了一件事情 整容这件事情 他就是到了2021年 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 他依然就是不被认可的 整容对比起天然美人 他依然还是很low 还是会被贴上不真实 不纯粹 不自然等等等等 这样子的标签 当这个问题直接抛出来问你 你会不会很排斥整容 或者说你觉不觉得整容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人口头上都是否认 但是实际落实到生活上呢 你的内心深处呢 真的是这样子认为的吗 给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最初的一个灵感 也是引发我思考了这么多的一件事 真实发生 在我的微博 有一个新关注我的同学 他是怎么说 让我看看 博主长得很精致 就是双眼皮割得不自然 然后我就回复了他一句 我说我的双眼皮是天生的 然后呢 他就继续回复 那你就是开了眼角吧 总觉得眼睛怪怪的 当他质疑完我的双眼皮 在质疑我开了眼角之后呢 我说实话 当时我的内心就是产生了一种 被冒犯到的不愉悦的心情 然后我就回复到他 我说不好意思 我整个眼睛都是天然的 当我这条评论发送出去之后呢 我就有一点意识到 自己内心的这个小情绪 可能是因为我那天特别闲 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 我为什么会产生了这种 被冒犯到的感觉 天然美跟整容美 两件事情 它真的在我心目中 是那么的平等的话 我不应该会产生 这种被冒犯的心态 在那一刻 我突然之间就意识到 我没有自己想象中的 那么的公平 或者说 站在一个多么高的点 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是的 在我内心深处 天然美跟整容美 它还是有高低之分 其实我就还是没有摆脱 从小 社会对于整容这件事情 态度对我造成的一个 很深远的一个影响 那何况是那些 没有经历过整形的人呢 我们作为一个生物啊 基因是支持着我们的生命结构和性能的 基因里面储存着我们的血液 我们生长 雕王 等等这些过程的全部信息 所以我们作为生物是极其难以摆脱 我们对于基因这件事情的 无限敬畏之心的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天然美的人 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天赋超凡的人 都会有一种敬佩向往的心 而整容现在大部分的应用 都是一种外貌上的逆基因行为 在本质上它是很难战胜我们人对于天然基因的这种敬畏的 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科技要真正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都是需要非常漫长的岁月的 在世界医学史上 现代整形外科真正得以开始发展 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么我们国家的整形外科发展起步的 就相对的来说更晚一些了 它离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状态 其实还是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在不成熟的整容行业当中 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失败的案例了 就更加影响了整容这件事情 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 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没有看这期视频之前 可能还是很多人会把整容和蛇精脸画上等号 如果你之前就是这样认为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弹幕里面敲个1 那么有了天然和人造的这种潜意识的高低之分之后 你们想一下 艺人或者艺人的团队 愿意让自己处于一个所谓的low的处境吗 终上所述呢 不管是从微观明星个人的角度 娱乐圈饭圈的角度 还是宏观的社会角度 历史角度 让明星主动承认整容这件事情 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个人认为啊 这是我自己小小的一点看法 就是我们可以称赞勇敢 但是我们似乎并不能够要求别人一定要勇敢 跟男性女性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只要是个人 男孩女孩 他们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事情 他害怕他承认了之后 这个社会里面对他一些攻击 一些舆论 他在这个方面不勇敢 但是他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勇敢 他可能只是对舆论这件事情特别的害怕 但是他可能在拍戏或者拍综艺的时候 在很冷的天 他也有勇气下那个水里面去拍 或者掉很高很高的V呀 不用替身 每个人有勇气的地方都不一样 以前呢我有看到过一个言论 就是说不会看不起整容的人 但是如果整了不承认 就会觉得你很low很低级很虚伪了 那么曾经的我呢 是站在勇于承认了的这一边 内心小小的优越感呢 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同意这句话 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我现在的经历就是 让我能够更能理解 还有包容更多以前 没有那么能够理解的人之后呢 我就不是那么的同意这种言论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这其实说了就是不要去讨论对与错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好那这期的视频能用到